我是宋奇年的女朋友 当我得知自己是书中的女配角时 我一改往日怯懦内敛的性子 鼓足勇气向她提了分手 她却捏着我后颈的肉反复揉搓 眼底带着危险的探究 分手 难为你有这个胆子跟我提分手 说谁教你这么说的 故事开始 就在昨晚 我做了个异常荒谬的梦 可梦里的一切都真实的可怕 在梦中 我所在的世界是一本小说构成的 我的男朋友宋奇年是小说中的男主 我是宋奇年的炮灰女朋友 在不久后的将来 宋奇年会觉得我索然无味 毅然决然地甩了我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宋奇年会遇到本书中的女主姜婉芝 一个身世凄惨 备受刁难的可怜人 宋奇年顿生怜悯 更是被女主身上坚韧不拔的性格所吸引 宋奇年总会在姜婉芝 需要她的第一时间赶到 渐渐地两人历经搓磨 暗生情愫 最后修成正果 嗯爱甜美地生活在一起 而我这个炮灰女朋友 因为嫉妒女主彻底黑化 仗着自己富家千金的身份 百般刁难女主 心生歹念之下 我把女主推下楼梯 彻底激怒了男主 男主对我的最后一丝愧疚也消散了 得知我与宋奇年分手的消息后 许多墙头草公司纷纷与我解约 去追捧女主的公司 最后我的一家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眼下宋奇年穿着干净又宽大的校服 双手插着痘 神色蓝散地站在我的跟前 我倚靠在教室的窗户口 咽着口水 走廊上的人来来往往 声音嘈杂得很 宋奇年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盯着我看 怎么了 我一下子红了脸 垂眸不敢看向他 心底的心虚油然而生 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的 随着眨大的眼睛上下摆动 我想分手 我小心翼翼的低声 声色间都带着语气不足 宋奇年轻皱着眉头 灼热的目光似有似无的扫过 像是在确认 什么 许是走廊里的学生太多 我细闻般的声音让他没有听清 我听了清嗓子声调高了几个度 我说分手 原本嘈杂的氛围 在我鼓起勇气的陈述中 变得荡然无存 一瞬间 周围的人纷纷投来目光 安静的气氛 仿佛落地的一根针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宋奇年懒散的声色 突然带有咬牙切齿的意味 凑近我 我看着他愈避愈尽的步子 有些底气不足地在心中想着 他是不是要打我了 他捏着我后颈的肉反复摩擦 语气里带着威胁和探究 分手 难为你还有这个胆子 跟我提分手 我的身子不经意地往墙角贴 脸上还带着慌乱 所以 他一下子猜中了我的想法 宋奇年的脸上瞬间露出一位不明的笑 瞟着长长的眉毛眨眼道 我慌忙解释 没有 说谎 宋奇年黑眸内连连流动着悠悠心光 仿佛洞悉了一切 知道我会打你 还敢提分手 他打扰了我怂怂不敢出声的样子 语气中带着故意的恐吓 看着我一副快被吓哭的样子道 那你当初答应和我在一起 也是因为怕我打你 所以你是不同意分手吗 我捏着一脚 缓缓抬起头仰头看着他 眼眶里还有点雾蒙蒙的感觉 我胆子小 从小就是旁人口中的乖乖女 有时候也会讨厌自己这种胆怯软糯的性子 但想要改掉对我来说并不易 唯一一次鼓起勇气就是今天 我不想趟这趟浑水 因为这对我来说 本来就是件极其麻烦的事 他打量着我站得鼻挺的身姿 雷若而鲜细 轻仇的目光 小心翼翼地迎着他的视线 想分手 给我个理由 故事开始 我的的确却说不出宋奇年的不好 和他交往的这段时间 我们甚至没有一点亲密的接触 像是牵手 拥吻 但他对我的确也不坏 我和宋奇年的缘分在于一场偶遇 宋奇年 你个狗娘养的畜生 有本事你打死我 打不死我 我迟早找你报仇 我正路过学校附近的巷口 幽深的巷子里 却不如往常那般寂静 好啊 老子等着 前提是你有那个胆子 那个叫宋奇年的少年 声音寡淡 带着一点点鼻音 显得他更加松散 丝毫不把男生的话放在心上 语气里尽是清潮 身边簇拥的几个男生 立马没了上去 本就被打得不堪的 男生止不住生的爱好 我一时之间顿住了不子 多管闲事的 要拿着手机报警 瞅瞅间 一个身材高大挺拔 身着黑衣的男生 缓缓迈步走出巷子 乌目的黑色瞳孔 刚好看向了我的双眸 他眼里闪过一丝可疑的惊讶 我虎曲一阵 面颊黑色明艳 有种被撞破的心虚感 宋奇年身上的压迫感很强 一时之间 我害怕的想要逃离这里 我以为他会威胁警告我 其实不然 面前的男生什么话也没有说 只是静静地打亮着我 眼里带着惊奇 他身后的一群人 看到我也很惊讶 站在最前面的男生 好似在示意他 奇年 这是不是 宋奇年下意识地 从兜里掏出一包烟 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 手指微钝 又缓缓地把烟揣进口袋 闭嘴 身后几个男生赶紧离开 滚开 别跟着我 李斯一副不在意的表情 气呆地探着头 伸着脑袋往班级里望 嘴里还叫着 鱼岁 鱼岁在吗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我挪不到门口 再见到宋奇年的一瞬间 吓得愣住了 他舔了舔嘴唇 努力抑制着身上的凶狠气息 用着尽量温柔 却别扭地语气道 今天放学到上次的小巷子 我等你 他甩下一句话 丝毫不带犹豫地离开了 宋奇年要找我约假 此刻的我差点两眼一黑 栽倒在地上 等到放学后 宋奇年好像知晓 我会逃脱的性子 早早地等在门口 怎么 很怕我 他拎着我的书包 把我往他跟前拽 在校园门口 把我逮得个正正 眼底带着审视道 没有 我答道 他打亮了我白皙的脸颊 突然发现 我眼底起了层雾 眼中带着害怕 他捏着眉心 撇着嘴 你哭什么 我不是来找事的 我没哭 他不信 立刻将我拉到一边 意外的 今天宋奇年 没有带着他那帮跟班 我想跟你谈恋爱 你答不答应 一瞬间 我仿佛被雷击了 顾不得刚刚的害怕 瞪大了眼睛 不吱声 就当你同意了 我听了立马要开口说话 他却死死地捂住我的嘴 语气中带着威胁 怎么 做我女朋友 委屈你了 我看着他阴森森的目光 不争气地咽着口水 一双水眸看着他 慌忙摇了摇头 就这样 我成了宋奇年的工具人女朋友 也正是因为我的出现 他身边的大把桃花 纷纷笑待 因为宋奇年 没有同意分手 我只能一天天 焦急地算着日子过 等待着姜婉芝的出现 终于 姜婉芝以转校生的身份 进入了主线剧情 经过几天的观察 姜婉芝 的确如书中形容的那般 遭人唾弃 惹人厌烦 因为佳境 不少人明里暗里地 对他诋毁和找他麻烦 当然 我的处境也好到哪去 作为学校的中心人物 宋奇年的女朋友 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 在齐刷刷地盯着我 好在宋奇年 在我们交往期间护着我 我倒也没有刻意被针对过 宋奇年如往常搬 送我回家 可我心中却打起了算盘 姜婉芝来了这么久了 宋奇年 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 实在是让我焦虑 为什么今天走这条路 这条路明明更远 宋奇年拉过我 俯身平视着我 一路上 我都不敢看向他 他显然发现了端倪 显然对宋奇年很受用 他不再过问 一个人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走了不久 前方赫然出现几个 穿着学校校服的女生 围坐了一团 这条路窄偏僻 也因此成了学生 霸凌姜婉芝的 最适合的场所 中间的女生发丝凌乱 发顶还沾有奶油污渍 身着的校服领口 已经被扯得露出大片风光 可女生们依旧嬉笑着 举起手机玩闹 我靠近宋奇年 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盯着他看 手中微微拉扯着他的衣袖 面带祈求道 你可以帮帮那个女生吗 很奇怪的是宋奇年见词 竟然不为所动 他棱角分明 我仰着头 就看见了他清晰的下额线 宋奇年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拉住他衣袖的手 随即把目光转向我挑眉道 我认识他吗 我善善地缩回手 他的反应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在梦中 宋奇年和姜婉芝的第一次见面 就在这条偏窄的路径 宋奇年不仅拦下了 欺凌姜婉芝的那群人 为保他的安全 还贴心地护送他回家 他见我低着头 有些垂头丧气 无意中却露出了雪白的脖梗 这让他眼底泛起一丝涟漪 宋奇年轻柔地扶住我的下巴 逼我看向自己 我们俩四目相对 他道 好处 啊 没有就算了 走了 他拉着我的手臂 转头就要离开 我这才反应过来 慌忙使出吃奶的劲 拉住要走的宋奇年 他不经意地勾着嘴角 看着我这副着急 手足无措的模样 那你说 什么好处 他看着那张巴掌大的脸 弯眉下是一双漆黑成澈的路眼 带着一丝犹豫和纠结地望向他 让他感觉像是在冲自己撒娇 没想好 先留着 我和宋奇年离得远 对面的女生们压根没有发现我们 他们所在的位置旁 还有几个被踢翻的垃圾箱 垃圾洒的到处都是 发出的恶臭味 让步步逼近的宋奇年皱着眉头 强忍着内心的不喜 喂 干嘛呢 见到远近闻名的恶霸 女生们愣住了 四目相对之下 生出了片刻的慌张 一时之间 他们不知道做些什么 随后几人互相拉着 脚步匆匆地离开了 我在远处不禁感叹道 宋奇年不愧是恶霸 不用动手 就已经把人吓跑了 贪坐在地上的少女生的一张 迷念动人的小脸 眉眼寒春 让我看了都不禁动容几分 我猜想光凭借着这张脸 宋奇年也得对女主动了侧隐之心吧 少女毫无安全感地攻着腰 死死捂住衣领处 她仰着头看向宋奇年 少年只是站在那 阳光一时之间 好似都洒在她身上 此刻她要人得不像话 宋奇年看着地上 哭得像个累人的少女 不耐烦地叹了口气 随手脱下了身上的校服 扔给她 那一刹 姜婉智的心脏 似乎漏离拍 随后如雷骨般震动 此刻寂静的空间中 似有不明不白的东西 在她的心中蔓延 她唇齿轻起 一双湿漉漉的毛子望向她 谢谢 宋奇年没有指挥一声 转头就离开了 她看着人消失在拐角处 不免内心有些失落 宋奇年一把抓住 往拐角躲藏的我 拎着我的后领 走了 酒吧的月声震耳欲聋 四处闪着耀眼 无彩斑斓的灯光 坐在柔软沙发上的 女生口中叼了根烟 若有所思 她身旁的黄发女生 是那时在展向霸凌的混混头子 她面带讨好的 给坐在中央的女生 递着打火机 善善地笑笑道 江姐 我们今天做得还不错吧 黄毛女生邀功 眼里是止不住地炫耀 若是仔细一看 并会发现 此时身着极细短裙 显出凹凸有致身材的长发女生 正是今天被霸凌的江婉芝 与那时不同的是 此刻的她一点也看不出学生气 娴熟地含着烟蒂 吐出一个又一个烟圈 嗯 不错 黄发女生眼里带着探究 似有些八卦道 江姐 你是看上宋奇年了吗 江婉芝不说话 脑海里却浮现出 宋奇年那张帅气的面袍 她本来穿进这副身体 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 这本书的剧情 被前一默化地更改了 而她的任务就是攻略男主 刚穿进来的时候 原主正被欺负 她用着自身喜乐的本事 轻松制服了他们 从子黄发女生变成了她的跟班 而窄相的那一处 也是她安排的 为的就是让宋奇年的第一眼 她自己不免得也被她吸引了 她攻略过无数男主 宋奇年无意是长得最好看的那个 女生们还在喝酒畅聊 而江婉芝的心 已经不知道飘往何处了 江婉芝像是个行走的没运体 到哪儿都有人欺负她 但她这次没选择反抗 而是等着宋奇年来救她 博得她的同情 宋奇年喜欢香香软软的小姑娘 她就刻意表现得无辜纯洁 这招对宋奇年很受用 她一向不爱多管闲事 今天虽然面色不耐 但终归是帮了自己 江婉芝这样想着 又凭空想象出 和宋奇年谈恋爱时 会是怎样的场景 不禁失效 她真的很期待 今天宋奇年像曾大佛一般的 站在我家门口等我时 我差然 怎么这么慢 知道我等了多久吗 她依旧是那副困到不行的模样 没有往日里那般 想要把人一拳干翻了语气 我意外的觉得她今天耐着性子 你怎么会到这来 这不是你要的狗屁 安全感吗 提到狗屁两个字时 她愣了一瞬 又接着往下说 对了 昨天晚上 为了保住我衣食无忧的千金令 我昏了头 大着胆子 写了一大堆想要分手的理由 发给宋奇年 我说她给不了我安全感 说她总是说脏话 种种宋奇年的缺点 我都提了一嘴 但写完后我又后悔了 生怕她当晚冲到我家 给我一拳蛋趴下 没想到宋奇年 居然把这话放在心上了 宋奇年长得极好看 一双桃花眼中 像是有勾魂的能力 我痴痴地望着她 转念一想 又红了脸 低头往前走 不久后我感觉有什么阻力 在拦着我 转头一看 宋奇年挑着我的书包袋 薄唇清敏 声音不大 我却听得一清二楚 牵手 什么 她感觉到自己的耳朵 有点发烫 眼神飘忽到一边 声音变得强硬 我说牵手 磨叽 随后她勾住我的手 食指向扣 宋奇年的脾气出了名的差 我不敢挣扎 乖乖被她拉着走 哟 奇年和女朋友真恩爱呀 到了校门口 李斯等一众宋奇年的小弟起哄荡 宋奇年目不歇视 想了片刻 这才松了我的手 滚 这句话是对李斯说的 哦 这句话是李斯回宋奇年的 江婉芝的座位 被挑到了宋奇年的身边 这是小说世界里的不可为抗性 为了给男女主创造独处机会 我尽量减少了见宋奇年的次数 我知道宋奇年不喜欢我 而我也只是 想当一个平平无奇的路人甲 最近几天 宋奇年的怨气 像是要把李斯他们一干人吞了 而且每过一天 怨气就更重 宋奇年一只手撑着下颚 一只手捏着笔 桃花眼中带着蕴色 嘴角不自觉地向下微微弯起 鱼岁已经三天没有和我一起回家了 三天 宋奇年身边的气压低 但只有李斯一众人才能感觉得到 李斯冲旁边的王胖实眼神 表示疑惑 这哥又怎么了 王胖翻了个白眼 怎么了 还能怎么了 肯定是鱼岁这小逆子搞事 天知道 一个他认为的 酷炫狂拽帅炸天的宋奇年 竟然是个死恋爱呢 还是以前好 没有鱼岁之前 宋奇年还是那个双手插兜 谁也不爱的笑吧 一到活动课就跑出去和兄弟们打球 现在呢 哎 气氛正僵持着 远处一道尖锐的女生嘻嘻哈哈道 宋奇年 这是姜婉智的头绳 他说要送给你呢 哈哈哈哈 宋奇年微微抬头 额前的碎发半遮不遮 隐隐约约能看出眼睛的轮廓 却揣摩不出他在想什么 他默然 静静看着越走越近的女生 一群女生中有个最高挑的 他一头波浪卷涂着艳线的红唇 整个人别有一番风味 却又因为是学生多了几分格格不入 当然 更格格不入的是 缩在中间的女生 是鹿鹿鹿的小鹿眼 闪躲地看往内处 他轻咬着唇捏着衣角 散落的发丝 带着一股无辜感 我没有 是他们抢我的头绳 姜婉智突然蹲在地上攻着腰 眼里的泪珠大把大把掉 王胖知道宋奇年有多喜欢玉碎 眼前的一群女生知道 宋奇年有女朋友 还敢开这玩笑 他一脸认真严肃道 我们奇年有女朋友 喜欢的不得了 人家女朋友 说不定早就把头绳给他戴上了 别开这种玩笑 奇年 把鱼碎的头绳亮出来 给他们看看 他昂着头 一脸骄傲 随后又妖功般地冲宋奇年挑眉 怕宋奇年不知道 现在女生给男生戴头绳是什么意思 他悄咪咪地解释道 就是有女朋友的意思 显得尤为贴心 下一秒 王胖的屁股被狠狠踹了一脚 他正诧异地想要问问自己 又触犯了什么天调 就发现宋奇年的脸比炭还黑 对 他不问了 酒吧里 姜婉芝交叠着双腿 随意搭在面前的桌上 往日内双雾默默的路眼 变得阴沉 心中不免费解地想起 宋奇年今天的反应 他看着被男朋友 搂在怀里的黄毛 正娇俏地笑着 不耐烦地踢了踢桌脚 宋奇年不是喜欢乖巧的女生吗 怎么不管用了 黄毛女对姜婉芝有所忌惮 立刻从男友林圣的怀里钻出来 可想了半天 他也没琢磨出宋奇年的心理来 倒是一旁没什么存在感的 一头棕灰色头发 画着极为夸张眼线的眼线女 他恍然顿悟 但开口声音的底气却略有不足 会不会是 宋奇年有女朋友的原因 姜婉芝听了 这才指示着他 眼角微眯 带着威胁地示意他往下说 因为宋奇年的女朋友 是除了名的乖乖女呀 而且长得也很漂亮 学习也很优秀 总之 啊 眼线女不由分说地解释了一大堆 姜婉芝每天一句心就阴沉几分 冷哼了一声 打亮着他 还是没忍住 力索地打了他一巴掌 他只觉得好笑 他一个任务者 难不成还会输给一个蠢货女学生 想想他以往攻略的对象 哪个不是败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呵 有女朋友怎么了 宋奇年喜欢他 迟早的是 眼线女不敢吱声 捂着被打得通红的脸 要哭不哭的 姜婉芝的力气着实不小 全靠从系统那换来的武力值 见了这副场景 周围的女生都凭着气无人作声 宋奇年每天都在我家楼下蹲我 隔着窗户玻璃 看着他的背影 我危症 今天天气很糟糕 昨晚连夜下起了大雪 也就是一晚上的事 堆积的雪已经快要没过脚踝了 宋奇年今天里面只单穿了件加龙带帽卫衣 外面套了件棒球服 整个人呆呆地站在雪地里等很久 戴上眼镜 我甚至能看清他嘴里哈出来的气 他未免对我这个工具人说的话太过较真了 我不敢下去 以往的宋奇年在楼下等得久了也就离开了 掐着点去上学 而我也掐着点等他离开 可今天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他还是不见离开的意图 我心中正纠结 手机就嗡地震动了一下 宋奇年 下来 我不明所以 正要像之前那般假装看不见 然后关掉手机 想着宋奇年一定会生气地离开 我忍不住瞥了一眼窗外 突然手一哆嗦 瞳孔轻颤 一双眼正死死地盯着我 他站在那看了多久 什么时候转得深 他就用一双眼看着我 眼神中充满委屈 可面上仍是臭着脸 矛盾得很 宋奇年伸出一只手指勾了勾 示意我下去 他揣测着我这个表面乖乖女 实则叫了要死的性子 指着我家院子的门 随后伸出三根手指倒计时 看着我有些气愤又慌乱抓起书包的样子 他得意地朝我笑笑 我明白他什么意思 先前和他提过 我早恋的是父母并不知道 我也不希望他们知道 因此我要求他替我保密 拉着我的手时 他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再不听话 撕了你 他又恶狠狠地搓了搓我的脑袋 宋奇年盯我跟老狼盯了羊崽子一般 目光几乎是没有离开过 给我补课 他舔了舔淡色的唇 修长的手指握着我的胳膊 缓缓收紧 我抬眼看向他 他迎上我的目光 不容我拒绝 放学后宋奇年把我拉上了来接他的车 再到宋奇年家的半小时后 我垂眸淡淡叹气 他哪里是想要学习 分明是想折腾我 问我这些天去哪了 问我为什么不等他 问我前几天 那个和我对视调情的男生是谁 你背着我在外面有男人了 你究竟学不学 还有我和谁对视调情了 宋奇年称是 冷哼 前几天你去接水的时候 还转头看了他 我努力回忆 眉头紧锁 想到了什么后 不忍得翻了个白眼 下一秒 宋奇年就捏住了我的脸颊 力道不大 但我着实不好受 鱼岁 你冲我翻白眼 我不禁把身子往后养了养 紧张地咽着口水 我到底不是女主 男主要是发了火 会把我家烧得灰都不胜 可我只是单纯地转身回教室 嘴上这么说 我心里却想着 宋奇年是怨夫吗 他又不恼了 勾起我脖梗处的碎发往后带 喉结微动 眼眸见尘 我记得你还欠我个人情 不等我开口 他又道 鱼岁 你喜欢我吗 我避开视线 沉默不渝 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和我谈恋爱 是在玩弄我的感情 可明明是你捂住我的嘴威胁 不让我说 不敢吱声 我只得在心中过默想 不说话吗 你想分手是不是 宋奇年说吧 我终于有所反应 犹豫之下 轻轻点了点头 他冷哼一声 顺手还住我的肩 将我往怀里带 行啊 分 我眸色忽闪 有些吃惊 真的 细细软软的声线 传进他的耳中 说实话 宋奇年有点生气 嗯 宋奇年被甩了 心中定是愤恨 不过要是对外秤是他甩了我 但你还欠我个人情 他看着眼前的女生 鲜瘦的身姿 细白的脖梗 还有淡淡的体香 钻进他的鼻中 快点 早恋 将晚之 他眼瞼一概 语气中满是威胁 我瞬间觉得被戏耍 脸胀的通红 听到宋奇年口气中的威胁 还把脸凑了过来 心中更气了 鱼岁 我很好哄的 你最好快点 生气的话 我可不保证 会不会一直替你保守秘密 我捏着一脚 闭眼迅速在宋奇年脸上 落下一吻 宋奇年只觉得周围的香气更甚 一眨眼 怀中的女生已经窜到他跟前 脸颊一软 他吞了吞口水 骤然有些不知所措 只觉得心脏跳得很快 一直在咚咚作响 有着抑制不住的愉悦 我不好意思再待下去 打量了一番宋奇年的反应 他愣住了一秒 随后拉住我 眼神真诚道 喜欢 再来一次 跟在他身边的高姐说 追女生时要适当服软 要激起他们的怜悯之心 不能太过强硬 可王胖却说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适当霸道点 再释放一些 让对方出气不易的招 才能狠狠抓住女人的心 宋奇年果断选择了后者 根据宋奇年自己的使用心得 他的回答是非常满意 不仅没有分手 于穗还主动亲了他 可往后几天 于穗就更刻意躲着他了 此刻坐在班级后排的宋奇年 烦躁地撑着下巴 他想现在就冲到于穗的班级 去质问他到底有没有 把他放在心上 他还想把他堵在墙角轻轻他 不过只是轻轻轻一下脸颊 否则于穗这个胆小鬼 又要躲着自己了 宋奇年目视前方 眼眸沉沉 想得入神 回神的那刻 他又不争气地脸红了 烦躁地揉了揉头 下一刻趴在课桌上就要入睡 算了 等放学后再去堵他吧 打扰他学习又红不好了 他暗暗想着 一晃神 日暮已降 宋奇年就这么沉沉睡了 不知道多久 因为于穗放学后 总有留下来在图书馆看书的习惯 所以宋奇年跟着走的也很迟 李思一等人没有叫醒他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没想到他这一晃天已经黑了 于穗没等他 他有点生气 要把他的嘴亲烂 宋奇年打着喝歉 懒散地走进了电梯 紧接着 一个身着校服的少年 迎面走进电梯 宋奇年瞥了一眼 在这所学校 除了于穗 这个乖乖女会穿校服 竟然还有其他人 身旁的男生没眼清冷 带着疏离感 配合修长挺拔的身材 站在那就有种金贵感 他刚要关门 姜婉芝匆匆喊道 等一下 带他进了电梯后 他轻轻拂过 额前沾着水渍的发丝 不只是额前 他的长发都湿大大的 不时还会有水珠 顺着发丝落下 电梯里异常沉默 姜婉芝出口 打破了沉默 语调轻易 可却携带着鼻音 像是刚哭过 宋奇年 好巧 你女朋友没和你一起走吗 他勉强扯出一抹笑 并没有应声 姜婉芝的面容 终于有离死裂痕 咬着一口银牙 才忍着不试态 教学楼建得很高 电梯运行了不短的时间 即将要到底层 突然灭了灯 整个空间 伸手不见五指 姜婉芝得知自己的机会来了 心中暗暗得意 姜婉芝立刻颤抖着身子 吸着鼻子 一副没有安全感的模样 有意无意地往宋奇年身边靠 为了尽快增进 两人之间的感情 上演一出电梯黑灯事件 几乎是常事 只可惜 电梯里多了一个破坏氛围的人 身着校服的男生 面不改色地 将楼层按钮全按了一遍 从兜中拿出手机 冷静地拨打了给专业人员的电话 姜婉芝观察着身后 从容不迫的男生 她知道宋奇年没带手机 特地也落下了手机 可甚至没等她惊呼害怕 男生早已从容不迫地 将事情处理好 随后 男生又拨打了个电话 先前书里的语气突然变了 语调温柔缓和 尾音悄悄上扬道 吱吱 我被困在学校电梯里了 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 她回答道 嗯 很黑 有点害怕 两人对话的时间不久 随后那头就挂断了电话 宋奇年打亮着眼前 这个自称害怕的人 此刻正安静地垂眼看手机 没有之前的半分样子 他甚至说这话的时候 都没有脸红 宋奇年学到了 也想给余岁打电话 转头想到 手机落在教室的桌肚里 一阵懊恼 将碗之色缩在角落 表现出一副 害怕却强撑的模样 宋奇年 你要是害怕的话 可以往这边靠靠 我可以保护你 他不喜欢一位软弱的女生 那他就时不时 表现出坚强的模样 宋奇年吃笑一声 语气不耐 害怕个锤子 等了许久 电梯被强硬打开了 几个工作人员 安抚着姜婉智的情绪 宋奇年和男生 一起迈出脚步 离开了电梯 迎面匆忙赶来一个女人 看起来不大像是个大学生 身着棉制睡衣 头发凌乱散落 素白的脸上写满担忧 阿进 还好吗 男生一垂眸 神情演绎的恰到好处 故而一副沉默不渝 却心有一计的模样 女人慌忙拉着他的手安慰 他却将女人拥进怀中 窝在他的脖梗 可宋奇年 分明看到这家伙的嘴角扬了扬 宋奇年吃笑 分明就是个死绿茶 他神情样样的漫步回去 之前遣了司机 叫他不要来接 现在倒是觉着后悔了 他抬眼 远处有个人影缓缓走过 定睛一看 他立刻看到了那张巴掌大的乖巧面庞 今天没有见到宋奇年 我在校门外等了很久 见到校园里的人 开始嘻嘻散散地离开我 突然有些失落 不知道是哪来的固执进 我像是坚定地觉得 宋奇年不会屁下我一个人 又等了好久 我甚至回了趟他的班级 还是没有见到人影 我叹口气 离开了 感觉自己有些神经质 竟又折返回了趟学校 路上 一个高大的身影跌入我的视线 他今天裹着米白色棉符 在黑暗中有点眨眼 四目相对 我感觉到他委屈的神情 等不到我他是不是也难过了 我突然有些心疼他 他见到我突然松开了紧皱的眉头 静止向我走来 步调很快 每走一步我的心就冬得跳一下 我突然感到口渴 面色发烫的厉害 宋奇年一把将我捞进怀中 又臭着脸讯吃我 算你识相 今天要是等不到你 老子就去你家逛逛 宋奇年住了嘴 想到今天的少年的模样 他思索了片刻 雨碎 今天我被困在西边的电梯里了 我很害怕 宋奇年学着少年的模样 眼角微弯 语气中满是委屈 宋奇年将脸埋在我的脖梗处蹭了蹭 像急了一条受了委屈的小狗 我有些不知所措 可看到他这副模样一定是被吓到了 我记得小说里的男主都有幽臂恐惧症的 他的大手忽然包裹住我的手 又滑走溜到我的腰间 只觉得腰间一紧 我和他贴得更近了 没等我反应过来 突然感到周遭温热 鼻息打到我的脸上 宋奇年猛地凑了过来 他的手臂收得更紧了 趁我不被宋奇年一口咬住了我的唇 很轻柔 我只觉得脸上落下细细蜜蜜的吻 我紧张地色缩在他的怀中 双腿软到不行 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我第一次没有反抗 结束后 宋奇年吻了吻我的脸颊 又很慌张地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 可以看出来他很开心 一直牵着我的手钻得很紧 雨碎 今天好乖 我嗡了一声 一时之间昏了头反握住他的手 一夜未眠 我脑袋里全是宋奇年的模样 想到明天一早又可以见到宋奇年 我心跳如骨 可真到了第二天 却收到宋奇年发来的短信 这几天有事去不了学校 照顾好自己 我询问情况 可他却敷衍的结果 不愿多说 心不在焉地度过了几天后 回家的路上 我被堵在了巷子里 婉芝 她就是宋奇年的女朋友 大概有四五个人 他们将我团团围囱住 周遭刺鼻的香水味涌入我的鼻腔 姜婉芝 随着一众太魅的簇拥 款款走到我面前 她的手指云称白皙 下一秒 却狠狠拎着我的领口 用尖酸刻薄的语气威胁道 分手吧 你以为宋奇年会喜欢你多久 余碎 你是个聪明人 宋奇年总有看不住你的时候 我万万没有想到 在我眼里那个楚楚动人 心存怜悯的白莲花女主 竟然存着另一面 平缓了自己的心情后 我直视着她的眼神 黑白分明的眼 加之眉目清冷的样子 让姜婉芝差然 我掰开她的手 声音细如流水 不娇媚 像古清泉 你配不上她 你不会真心待她的 更何况 宋奇年是我的男朋友 姜婉芝嘲弄般的笑笑 勾了勾手指 不知道是谁 迅速打了我一巴掌 一瞬间 他们拦着想要逃跑的我 纷纷围了上来 猙獰的面孔 尖酸刻薄的话语 不堪入目的脏话 和振振身体传来的疼痛 姜婉芝的朋友 家大业大 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 我只能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咽 回来时我刻意避开了家人 忍着疼痛 讨回了房间 我在心里谋划着 如何才能正确的反击 心中有了一点头绪 刚叫门反锁 妈妈却在门口敲了敲 碎碎 今天回来的 怎么这么迟呀 晚饭不吃吗 听着妈妈的话 本来强忍着的泪水 突然不争气的 大颗大颗往下掉 我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洋装无事道 没事的妈妈 今天和同学在外面吃过了 听了这话 妈妈才放心离开 我抓起放在书桌上的手机 手指轻化了几下 一条信息赫然出现在屏幕上 是宋奇年在五点半左右发的信息 可惜我手机没带 并没有及时回复 吃晚饭了吗 手指轻触屏幕 我缓缓打出几个字 刚要发送 宋奇年又发了条语音过来 熟悉的男生像是在 安抚我糟糕的情绪 碎碎 晚安 可恰恰相反 我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终于坍塌了 我将自己塞缩在被子里 顾不得被打湿的被套 只觉得心中委屈 我很想宋奇年 特别特别想 想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 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想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另一边的宋奇年 坐在医院的长廊上 他合了合眼 眉头久久不能舒展 大抵是不曾离开半步 许久没有合水 他嘴唇干涩 像是被什么牵住了魂 难以入睡 以至于眼下无倾急重 一强之隔 病房内躺着他的外婆 他抬眼望望手机内头发来的消息 心中一紧 你还好吗 我很想你 这条信息像是舒缓了他沉重的心情 他父母都不曾关心过他 只有外婆真正爱他 可于岁 像是悄然出现 又招摇地照耀着他 我也很想你 于岁 宋奇年的外婆病得很重 直到现在都没有苏醒过来的症状 一整个夜里 宋奇年不敢睡 外婆的状态 极有可能夜里会突然病危 必须要熬过这几天 凌晨三点 宋奇年发了条短信 岁岁 我好累 我逃课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给了我信念 大抵是我知道宋奇年现在需要我 我裹挟着寒气而来 等到时鼻子已经冻得通红 我看见长廊边少年的身影 他低着头 脊背微弯 面上情绪感觉平淡至极 可暗处却涌动着深深的无力感 我走近时 少年没有抬头 而是正正地看向远处的窗 他眼眸漆黑 犯不起一丝波澜 他或许把我当成了一个过路人 直到我叫了他的名字 宋奇年 几乎是一刹那 他抬头看向我 眼底瞬间泛起了涟漪 像是平静的海面 突然起了波涛巨浪 被打得措手不及 我盯着他眼下的乌青看 心中翻涌着酸涩的情绪 他还未来得及开口解释 我扑过去 还住了他的腰 一张脸埋进他的怀里 再次感受到他的温度 我这些日子里受的委屈 仿佛瞬间消散了 宋奇年的眼神柔情似水 看着我的目光中既是宠溺 他顶着憔悴的模样笑了笑 声音沙哑 你怎么来了 不见到宋奇年的时候 我总觉得想和他说很多话 告诉他我很想他 告诉他他不在的日子 我也会伤心难过 可真正看到这张脸后 我脑子里却一片空白 鱼碎 我很高兴 谢谢你 他叫着我的名字 眼里掺杂着别样的情绪 痴痴地望着我 宋奇年很久没有安稳地入睡过了 见面后没过多久 便靠在我肩上沉沉地睡了 他一直紧握着我的手 一刻不曾松开过 那天过后 我一如往常般的上学 宋奇年大抵是还要留在医院 照顾他外婆 不得回来的空 然而 姜婉芝对我的霸凌 却远远没有结束 姜婉芝笼络了成安 他家的房地产业 贯穿整个地区 家族地位更是显赫一方 宋奇年最近已经够忧心的了 所以我想着 等他度过这段时间 再提也不迟 可姜婉芝步步紧逼 丝毫不给留我一丝体面 甚至已经开始到处散播 我和宋奇年分手的谣言 以此来通过学生 达到霸凌我的目的 不出所料 带到放学时 姜婉芝携成安一等人 嘻嘻哈哈地走过来了 一群人穿着超短裙 顶着一头大波浪 身上还散发着刺鼻的香水味 胁迫着我往前走 我捏着衣服口袋里的录音笔 心脏剧烈跳动 缓和着忐忑不安的心 我开始套话 他们将我带到了 曾经黄毛霸凌姜婉芝的地方 周遭没什么人 狭窄的空间显得有些阴暗 远处还散发着垃圾腐烂的臭味 像是许久没有人来打扫过 承安是最先坐不住的 他抬手迅速想扇我巴掌 可惜我反应更快躲了过去 你们煽动他人孤立我 一群人对我进行校园霸凌 不怕坐牢吗 他们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 眉眼一弯纷纷笑了起来 鱼岁 你还是被宋七年保护得太好了 知道吗 学校里很多人早就看你不爽了 如果不是你 当时成了宋七年的女朋友 你在这个学校里 根本撑不过现在 承安抚摸着新作的美甲 一双桃花眼 似笑非笑地打亮了我每一瞬的表情 我哪里得罪你了 考场上举报我作弊 背地里说我一个一事无成的蠢货在一起 还勾搭我的哥 你说你见不见 承安每说一句 我的眉头就更紧了几分 我分明就不认识他 更别说干出这些莫名其妙的事了 我没做过 我矗立在寒风中 对上承安的眸子满脸认真道 承安并没有买账 他情绪突然激动了起来 猛地将我推到地上 紧接着一只手猝不及防地打在了我的脸上 他的指甲很长 直接将我的脸划出了一道血痕 将碗枝从包里翻出烟 咸手地点了起来 他唇角轻钩 两只匀称的手指捏着烟头 随后吸了口烟冷笑着看我 承安一个眼神 周围的女生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人群之中 我见有个女生拿出了手机对准我 我心中顿感不妙 强撑着摔破的腿想要逃走 女生们尖锐地笑声响起 好似在跟我玩笑 将我当作宠物一般逗弄 郁佳过分后 他们开始撕扯我的衣服 我脑中充斥着他们一名般的笑声 只觉得嗡嗡作响 脑袋胀的难受 没事的 婉芝说了 宋七年已经和他分手了 不会再护着他了 你怕什么 来呀 笑一个 哈哈哈哈 怎么不笑呢 喂 鱼岁 好学生叫宋七年来保护你啊 耳膜疼得厉害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护住一群 我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重复道 不能哭 不能懦弱 可泪水还是跟不要钱似的往下流 你们在干什么 可以这么对待朋友吗 女子身着白裙 修长窑窕的身材更有一番风味 一张淡美素白的脸拉了下来 眼神中带着灵力 我已经报警了 不管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学生 是什么身份 如果真闹到警局的话也不合适吧 有些胆小的女生 听了这话已经开始面露难色 手上的动作也顿了几分 可承安不怕 她面上的嚣张气焰 在听了这话后达到顶峰 她烦躁地转头看向来人 眼神突然没了之前的张扬 她认得这个女人 她记得她是裴静的姐姐 很巧的是 她喜欢裴静 在和女人对视的一秒后 她慌忙一开了视线 扁着嘴 愁愁间无奈地摆了摆手 随后笑音的搀扶我起来 鱼岁怎么坐地上了 我们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不会当真了吧 我胡乱地擦着眼角的泪 噎了噎被扯乱的衣服 使劲甩开了她的手 你已经成年了 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了 离开时 我学着宋青年那般冷淡的模样 扔下这句话 带我离开的这个女人 叫温黎芝 她像是从古典名著里 走出来的美人 温婉漂亮 周身气质端庄又得体 很难不引人注目 见我只有些擦伤 和局部红肿 她松了口气 她拉着我到了附近的 一家奶茶店 刚进门使店里 散发的热气扑面来 前台站着个高大的人影 最引人注目的是 一双清冷的桃花眼 分明是最让人看着深情的眼 长在她的脸上 却只有金贵和疏离 她抬头看下我们的位置 无波无澜的面上 终于有了起伏 她扬着唇 朝我身旁的女子一笑 又低头干自己的事了 这家店异常火爆 排队买奶茶的人很多 温黎芝拉着我的手 将我带到角落 随后娴熟地拿起药箱 给我上药 我看着她垂下的眼眸 心中不免动容 但总觉得脊背有些发凉 我随意一扫 立马瞥见一双冷若冰霜的桃花眼 若有若无的瞥向着 是前台的那个男生 我立马道谢 谢谢 她朝我笑笑 摇了摇头 是一不客气 她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尴尬 这才瞥见前台的男生 有些永远的眼神 笑着解释道 她是我弟弟 不过不是轻生的 弟弟 她看你的眼神算不上清白 我在心里想着 我即将要离开时 店门突然被拉开 寒风掠过脸颊时 我眯了眯眼 在睁眼时已经被拥入怀里 裹挟着雪松味的香气 我感受到了最熟悉的味道 站在我身侧 即将要送我的温小姐 悄悄笑了笑 我们三人走到了店外 宋秦年从兜里 掏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温小姐 语气里带着感激 温小姐 今天的事 谢谢你了 说到这 她钻我的手钻得更紧了 温离枝将她手中的卡推了回去 连忙摆手 没事的 下次一定要看好自己 话还没有说完 店内突然传来了 玻璃碎掉的声音 响声不大不小 刚好传进了我们的耳朵里 顺着声音 我们投过目光去看 是裴进打破了个杯子 此刻正蹲在地上 赤手去捡 就一阵功夫的事 她的手心 不知道何时 已经被划出了一道伤口 她无助地向温离枝投来目光 温离枝立刻向我们道歉 随后跑进店内 宋秦年看着店中的人 冷声道 碎得真是时候 宋秦年的司机坐在前头 我和他坐在车后椅 因为中间有着隔板 两方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一路上 他都没有吭声淡淡地 看着沿途的风景 我捏着他的衣角 不见他转头看向我 我多了几分委屈 主动拦住他的手 与他食指相扣 宋秦年果然有了反应 反我得更紧了 对不起 我底气不足的小声认错 他盯着我的脸发呆 看着我小小的鼻子 和红润的嘴唇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的外婆还在住院 本来想等你忙完再说的 他叹了口气 看着我呜呜呜的眼 无奈地将我搂进怀中 宋秦年捏住我的耳垂 在手中把玩 语气终于有了一丝温度 外婆的病好多了 我明天就可以上学了 我激动地抬起头 没心没肺地笑了 好像是心底的大石头 终于落下了 眼前的男生黑发细碎 散落在额前 眼睫似压鱼 面容在灯光下 半暗半明 看着我笑他也笑了笑 他道 鱼岁 这么开心吗 嗯 他看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他也认真道 那你亲亲我好不好 宋秦年见眼前的少女脸上 蕴开了两朵红云 半真半假的小声嘲弄道 鱼岁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喜欢上 不等他说完 我勾着他的脖子 蜻蜓点水般一吻 或许是太过羞涩 我钻到了他的怀中 宋秦年倒是没料到 心中有什么东西在乱撞 仿佛什么不可言说的东西 瞬间弥漫在空气中 他声音沙哑 喉解滚动 哄道 抬起头 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他缓缓将我拉出来 我很配合地 让他的手抚摸着我的脸颊 他突然强迫我仰着头 顺着方向 宋秦年娴熟地凑了过来 过了多久 我终于快喘不过气了 他才放开我 宋秦年摩擦着我后颈的皮肤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宋秦年大敌 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我忍不住解释道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干出那些事 指的是陈安说的那些事 宋秦年看着我惊慌失措 如小兔般的眼神 不禁哑然失笑 我相信你 宋秦年将我送到了教室门口 碰巧被赶来的王胖瞧见了 王胖一副 剑西西欠揍的嘴脸 偷笑地撇着宋秦年拉我的手上 呦秦年 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 已经可以这么频繁牵手了吗 哎 哥们当初怎么说的 是不是让你主动一点 你倒好还让我滚 王胖滔滔不绝地回忆着 我们还没有交往的前段时间 宋秦年忍住暴怒的脾气 拽着他往自己的教室走 突然想起 昨晚问宋秦年的话 得知他是想要保护我 才跟我在一起 我不免有些失落 他像是注意到了我的情绪 又道 我很早之前就认识 你了 他嚼着那两个字 语气里尽是生硬 我突然发现 宋秦年竟然还是条纯情的小狗 好可爱 宋秦年刚到教室时 姜婉芝眼睛一亮就迎了上去 秦年 你终于回来了吗 宋秦年黑眸沉沉蒙上一股寒意 说话时的语气 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 浇灭了姜婉芝的热情 姜婉芝 谁给你的胆子 姜婉芝不在时刻 带着安静乖巧的那一面 低眉眼唇般的轻笑 却又连忙解释 你是说余岁被欺负的那件事吗 你可冤枉我了 我全程都没有参与 可能翠翠和承安有些误会吧 宋秦年瞬间暴怒 一脚踢翻了姜婉芝的磕桌 晶晶抱起 声音中带着怒气 你动老子的人 还得老子说是个误会 你他妈当老子是个白痴吗 既然你觉得是误会 那我动了你也是个误会 姜婉芝脸色煞白 强忍着难看他解释 真的是个误会 谁不知道余岁是你的女朋友 根本就没人敢欺负他 宋秦年你为了一个女人 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难堪 还是个男人吗 宋秦年吃笑一声 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他扫了眼周围 善善看着的学生 不带一丝情面的问 姜婉芝你有什么资格 让我为你考虑 认清自己的地位 姜婉芝观察到 众人开始指指点点 心中怒不可遏的质问系统 我花了500万币买的信服力 对宋秦年为什么不管用 姜婉芝购买的信服力 在一定程度上 只要是他说出的话 他人对此信任的程度 会大大提升 系统的机械音响起 主人请仔细阅读购买说明指南 一定程度上 如若他人自身 对此信服度极高 自然也就不管用 他捏着眉心 勾了勾手指 一直给宋秦年出谋画策的高谢 扶着眼镜 带着一群人走进来了 其中包括承安 和其他霸凌我的女生 承安张扬跋惑惯了 被当众这样对待 向宋秦年大叫道 我没做错什么 是鱼岁仙招惹的我 高谢慢条斯理的拿出手机 语调平缓 面无表情 你说的那些事 我都查清楚了 据我所知你口中的栽赃陷害 背地捅刀子的 貌似是你一直信任的姜婉芝 他将手机扔到承安的怀中 出声道 视频 截屏 自己看 里面是姜婉芝去办公室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以及和承安的哥哥聊天 挑拨兄妹关系的截屏 承安窥探着手机里的内容 眼神不可置信的看着姜婉芝 随后 带着恼怒的扑上去 拽着姜婉芝的头发 狂扇巴掌 嘴里叫嚷着 贱人 你这个贱种竟然敢骗我 宋秦年见了眼前的这一幕 眼神更加犀利 承安当时也是用这副模样 去欺负余岁的嘛 余岁当时得有多害怕 高谢 高谢淡淡笑道 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就等放学了 这话是故意说给他们听的 他得让他们吃点教训 让他们知道 他宋秦年想动的人 谁也拦不住 承安 你们记得那条巷子吗 他要让他们 今天在忐忑不安 崩溃中堵过 宋秦年让我先回家 他说他手机落在教室了 好拙劣的演技 好假的谎话 我一眼就能看穿 虽然他昨晚和今早 表现得都很平常 可他眼里却有着火苗 只差这片大的势头 我把录音递给了宋秦年 反复跟他叮嘱 不要沾染麻烦 他自以为堵住了 所在班级里中人的嘴 可我又怎么能不清楚 他的气性 这气 他势必要为我出 势必要让姜婉芝等人 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 势必要打击到罪狠 才会过瘾 我深知自己拦不住他 我不是什么圣母白莲花 姜婉芝 承安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不会原谅 宋秦年愿意为我出头 可我不愿意 让他沾染兜偶打架 惹得一身骚 医院那次 宋秦年的奶奶 一整夜病危 都不见他的父母 可见宋秦年也并非如 大家眼中那般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子哥 至少他的父母 对家人的关心并不多 我摇了摇头 站在门口 不愿松开他的手 我们站在校门外 高谢 李斯 蹲在巷子口 只等承安一等人出来 许久 宋秦年没有等到承安 等到了一身西装革履 领带打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 从宋秦年的反应来看 这位应该是他的父亲 我不是说过吗 你干出丑事可以 别摆到明面上来 如果出事了 我和你妈还要给你善后 你觉得 我们有这个时间吗 男人说话慢条斯理 看着客气有礼 实则带着冷漠及疏离 仿佛在他眼中 宋秦年是个指挥用权势压人 一事无成的废物 事事都需要他来善后 我能感受到宋秦年情绪的变化 我捏了捏他的手 安抚着他的情绪 叔叔 是我的问题 和他没关系 我彬彬有礼的开口 悄悄将宋秦年往我身后带 宋秦年个子很高 我站在他面前显然是如同虚设 可我眼中带着防备 看向中年男人 男人扫了我一眼 随即看向宋秦年 宋秦年咬牙切齿地问 承安呢 我吩咐老蒋 把他接走了 他陈述着 理直气壮道 随即又道 那个孩子的父亲和我有生意上的往来 虽然只是赚些小钱 但是多一个朋友 总比多一个敌人好 不是马秦年 宋秦年的身子突然绷得很紧 朝着男人吼道 宋章 别他妈拿你在公司的那一套来跟我说 你他妈是我谁 他妈的少管我 承安惹了我就要付出代价 你少多管闲事 宋章听了这话 觉得没了面子 立刻呵斥道 住嘴 你以为没了我宋章儿子的身份 你算个什么东西 宋秦年 你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我是你爸 我管你有错吗 父子俩就这么在校门口吵起来了 所幸学校的学生 已经三三两两都离开了 没有人见到显赫的宋家 闹出这种丑闻 除了我 宋秦年没风高扬 帅气的眉眼满事不屑 他嘲弄般的 看了中年男人一眼 宋总要是真的有空 不如多看看你的小情人 和他的见种儿子 我觉得 比起我他们 应该更需要你的关心 他拉着我就要走 临走前撂下句话 如果你真有点良心 我劝你别插手我的事 站立在寒风中的中年男人 眉头紧簇 身后一个类似四季的男人安抚道 宋总别担心 宋少爷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 总归来说是自己亲生的 现在不懂事以后就懂了 他冷哼一声 吐出几个字 一时不叫 一时不成 我看他也是废了 姜婉智他们不比成安 被按在巷子里 亲身体会了 一番我之前的感受 高谢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模样 其实坏点子最识多 既让人觉得过头 又让人觉得拿捏识度 他请了社会上的女人 让姜婉智见识到了 什么叫真正的教训 鞭子打不到自己的身上 他是体会不到疼的 必须得让他亲自体验体验 才会有感悟 姜婉智彻底被系统放弃了 宋青年对他的好感度 一直不见有起伏 最近更是跌倒了谷底 系统见如此自动销声匿迹了 独留他一人被困在这个时空里 听宋青年说 姜婉智像是被打傻了一般 嘴里一直叫嚷着 你们不过是一群 有着固定思维的NPC 竟然敢这样对我 等我出去 我一定要你们好看 放我出去 我立了这么多功劳 凭什么留我在这个鬼地方 我才不要做穷学生 系统 系统 宋青年的父亲 不再插手此事 据宋青年自己说 他的母亲很早之前就去世了 临终前 他的父亲在陪他的小情人 他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的父亲 陈安 姜婉智等人 霸凌我的视频被发到了网上 事情进行得太顺利了 不过短短一个小时 词条已经出现在了热搜上 下面一堆人替我发声 更有甚者扒出了 陈安父亲房地产公司的丑闻 事情逐渐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陈安被父亲连夜送出了国 据说临走前跪了一整晚 其他女生 包括姜婉智在内 网友们扒出了他们的地址 学校里的人也是 不愿赞与几人来往 他们所经历的 正是我被排挤的苦 而我和宋秦年 考上了同一所重点大学 成了人人艳羡的情侣 毕业后 我们成功入职国企 福利高 薪资待遇也是难得不错 新年 我带他见了我的父母 我妈见了他 笑得合不拢嘴 我爸一直拉着他喝酒 他也乐在其中 酒精上头 拉着我爸称兄道弟 几个月后 我们订婚了 宋秦年把李斯一等人都喊来了 唯独没有通知他的父亲 他说他无法原谅他 更不想见到他 结婚后 我们凌晨去看海 急性去爬山 偶有见烟花绽放之际 两人相拥而坐 我们从两人一狗 到三人一狗一猫 有了孩子之后 宋秦年第一次 没有将他父亲拒之门外 宋章小心翼翼地抱着孩子 苍老的脸上出现一抹欣慰的笑 他眼角寒泪 看着怀中的宝宝 临走之前 他勉强地笑了笑 他说 是非对错中有报 我终究迎来了那一报 宋秦年没有看他 默然地关了门 睡前 宋秦年搂着我 语气忧怨 这个小东西什么时候能自己睡 宋秦年 他可是你亲儿子 亲儿子也不行 老婆 不能做的话 亲亲我好吗 宋秦年 你真的满脑子黄色废料 我不管 亲亲我 已完结 为了和我上同一所大学 宋秦年批了命的读书 所以人都惊诧于他的现状 而他好似 就是天生的读书料子 如愿考入了和我一样的高等学府 李思一等人就不同了 几人对学习完全没有兴趣 加之家庭富裕 纷纷走了出国留学这条路 与宋秦年一同进入学校的 还有高谢 一个常年跟在宋秦年身边 出谋画册的书呆子 军训第一天 宋秦年穿着一身军训的训练服 臭着一张脸来到了操场 他也不愧为主角 到哪都是引人注目的存在 开学第一天 就已经上了学校的讨论网 被偷拍的照片不在少数 可每一张都是他面无表情 或是臭着一张的模样 见了那张长期被校园网封转的那张脸 众人皆留了个心眼 偷偷观察 不知道又是谁 在校园网上发了一张 他穿着军训服的照片 白皙的皮肤 在阳光的照耀下 显得更加透亮 一双黑眸 不耐烦地打量着周遭的环境 本来就具有的身高优势 独自站在所在的脸里 更是显眼 就在操场 真人比照片还好看 他怎么总是一副 谁欠他几百万的感觉 看上去脾气不太好的样子 他有女朋友吗 一个名叫 楚匠的ID 进行了言语讽刺 接触过本人 人品一般 性格一般 长相也一般 下面立刻有人回复 楼上是酸了吗 羡慕人家刚开学 人气就这么高 楚匠也不甘示弱 立刻回复道 我酸 本人比他好看 底下一群看热闹的人 起哄要他发照片 他倒也不墨迹 立刻在评论区底下 发了张照片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长得的确不错 个人觉得 还是宋七年好看很多 感觉这个人有点自恋 不喜无喷 还是更喜欢宋七年的长相 感觉宋七年比他帅多了 底下一堆人 开始攻击楚匠 一边正在听领导开军训 开幕会的楚匠 气得直发抖 他不屑地冷哼一声 一头显眼的红毛 被巧来的风吹得凌乱 他拉过身旁站着的姑娘 语气中带着几分傲娇 和气急败坏 喂 你说 这个人和我谁更好看 对形是按一个连一个连分的 而我所在的连 是以男生 作为一列女生 作为一列分的 我正聚精会神地 听着领导讲话 身旁的红发男生 突然拉着我的胳膊 举起自己的手机质问我 本不想搭理他 我抽出了 被他抓在手中的胳膊 不经意间 注意到了照片上的人 赫然呈现的是一张 我在熟悉不过的脸 照片上的人正垂着毛子 一脸严肃地盯着手机 这张照片是别人偷拍的 喂 问你话呢 本少不帅吗 他像个自来鼠 见我不说话 一头扎眼的红发 晃晃悠悠地直逼我视线 整个人激动地 举起手机叫我再看 我被弄得不耐烦了 少年很高 我对上他的毛子 认真道 他好看 不知道怎地 他见到我 双眸皱然一缩 目愣了片刻 嘴角竟然勤着笑 你叫什么 这人是不是有病 我没再理他 过了会儿 口袋中的手机突然震动 那个傻逼红毛是谁 宋奇年所在的脸和我的脸 刚好挨在一起 我只要一转身 就可以看到 身后离我很远的宋奇年 他凝视着我 永远的眼直直对上我的目光 我冲他笑笑 转头将要发信息给他 他又发来一条信息 他为什么碰你 误会 他只是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对你有想法 离他原点 我淡淡笑之 无奈地叹了口气 刚要发道 别多想 我都不认识他 他见我发来的消息 淡淡皱着眉 不满意地扁扁嘴 修长的手指在屏幕上清点 不信你自己看他的表情 我自认为 自己没有这么大的魅力 宋奇年就是太夸张了 怎么跟个粗坛子一样 哪有人刚 我缓缓转过头 一双如金毛般 这两人好像之前就是一个学校的 我在当案室工作的时候 注意到的 只是一个学校的而已 评论区别 有些风吹草动 就大惊小怪的好吗 论坛里吵得不可开交 而我和宋奇年 以及高谢正坐在图书馆看书 期间高姐的手机一直震动个不停 他捏着眉心 烦躁地摘下眼镜 拿起手机看了看 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他唇角微微上扬 带着隐忍的笑意 宋奇年目光疑惑地看着他 微微皱眉 考虑到是图书馆 高谢打开了和宋奇年的聊天框 发了条链接过去 宋奇年也放下了手中的书 拿起手机带着不解点开的链接 震惊 宋奇年真的和多人同时暧昧吗 不知道 总之看到了环境艺术学院的院花 周南南给他塞过纸条 我还是觉得他和高谢有一腿 宋奇年这种人对女生好像没兴趣 我们院的小美女鱼碎 好像和他恋爱了 楼上的 我觉得鱼碎好像是和楚将在一起了吧 对 我也记得 红毛追了他很长一段时间 B 他们两时锤 我还看见宋奇年牵他的手 哄他呢 爱信不信 宋奇年突然放下了手机 搂着我 眉眼染上一丝不满 你男朋友被造谣了 第一天上公开课 教室里坐满了人 第一堂早八宋奇年又迟到了 等我到的时候 只剩第一排的位置了 那是鱼碎吗 你别说长得确实好看 他一个人来的呀 我就是宋奇年 没和他谈恋爱你还不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有幸沾了宋奇年的光 再次成为了讨论对象 好像高中时也是因为宋奇年吧 真是个火海 我顺手给他占了个位 等宋奇年来时 已经差不多快要上课了 他懒散的卖进门 发丝凌乱 下额还沾着水渍 随意套上的外套 对他穿得歪七扭八的 整个状态 像是从床上蹦起来 只刷了个牙 洗了个脸一般 因为我坐在第一排 他一眼就锁定了我 顶着心松的眼 外部走到我跟前 大抵是一直被众人讨论的对象 他刚进门 就有不少眼睛盯着他 见到他 走到我旁边的位置坐下 众人此起彼伏的讨论声响起 宋奇年也不恼 坐下后 顶着一头乱毛 缩在我脖梗 两只手搂着我的肩 沉沉的又睡下了 哎 楚将 这不于岁吗 我去 那鱼岁是在吊着你吗 楚将生气的揉了揉自己的红毛 乍毛道 他才没有吊着我 他早就和我说 但我没信 说到这他拈了 口气中 不负往日那般 嚣张跋扈的傲娇模样 我 楚将 失恋了 他对鱼岁一见钟情 再见轻心 对他的爱如黄河之水 滔滔不绝 一旁挨着我的宋奇年 得意的轻笑道 不知身前的傻逼红毛 敢跟老子抢人 我皱眉 盯着他 不许说脏话 今天是不是多喜欢我一点点了 我叹了口气 双手捧着他的脸颊 他立马会晤得弯下腰 乖巧闭眼 我轻轻亲了亲他的脸颊 哄道 宋奇年 我每天都会多喜欢你的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 都是如此 他听了这话 含着我的腰身贴了上来 轻易地拱着我 好喜欢碎碎 在校园论坛的一条帖子下面 有条评论并不引人注意 宋奇年是我的男朋友 谢谢大家都关心 我们很好 另一条帖子下面有人评论 放狗屁 老子从史之中 只有余碎一个女朋友 然而 在公开课后的第二天 这两条评论飙升 一跃成为大家的谈资 宋奇年和余碎 成了校园里公认的情侣 完结洒话